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親愛的青年 福音經常告訴我們 聽成群結隊的人跟隨著耶穌 聽祂說到 或者只是很簡單地想跟祂在一起 耶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很多人想去見祂 聽祂說話 有些人甚至很想捉摸祂 確認在祂之內的神性和力量 今天的福音 基於我們上個主日聽到的內容 就是講述了耶穌用五餅二餘 餵飽群眾的故事 寫到每一個人都得到了滿足 甚至還有正餘的 這一支聖餘的碎屑表明了 天主滿足了每一個來到祂面前的人 不會讓任何人空手而回 凡是接近天主的人 都會感受到天主所賜予的生命 祂的封聖和意義 這一種封聖都被所有這些人感受到 今天福音中的人 在五餅魚的奇蹟中 急忙地趕往各法庸 再次去見耶穌 請求祂再次賜給他們吃過的餅 我們可以說 耶穌對他們只是想到今世有足夠的餅 是有點失望的 所以祂就說 你們不要為哪可損壞的食糧牢碌 而要為哪存留到永生的食糧牢碌 儘管那些吃過的餅 令到他們的靈魂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提升到天主的境界 他們仍然將他們的心思念類放在地上的事物 耶穌要求我們去尋找天上的事物 而教會在每一次的彌撒聖制中 在聖體聖事中 都會忠實地傳達這一點 當神父召喚我們舉心向上 我們便回答 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我們便向天主舉上我們的心 親愛的青年人 我們都在這群人之中 我們不是沒有一個定型的群體 不是因為不同的興趣聚集在一起的人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我們渴望主 渴望祂的餅 渴望祂的餅 渴望以祂的智聖性體為食糧 在每一次的彌撒聖制中 天主都同樣以祂的話語去餵養我們 我們讀的讀經 不單止是幫助我們回憶過去的事 不是像上一堂歷史課 也不是很簡單學習耶穌的生平 一個是天主的話 是生活的話 這個意味著甚麼呢 它是生活的 它不只是在一個紙上印著一些要死的文字 不僅僅只是歷史的紀錄 而是天主此時此刻對我們說的話 有些人就說 天主是沉默的 祂已經不再向人類宣告祂所說的話 是根本沒有發現到 在四宅聖制 是一個共融政治中的美麗 還有從天主的話 流逸出來的恩典 天主的話是不斷地流動 從而使我們知道 天主對我們的愛 天主從未離開我們 而總是不斷地用祂的話語 對我們說話 今天天主對我們說甚麼呢 首先 祂照顧著我們 在每一刻祂都照顧著我們 祂的愛是不會消退 祂對我們的關心永遠存在 天主是不會改變 祂不可以突然之間停止去愛一個人 祂是不斷地去愛每一個人 祂是不斷地去愛每一個人 即使有些人在抱怨 他們看不到天主慈備他們的恩典 祂亦都不會放棄人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天主從埃及帶出來的猶太人 在某一刻 因為世俗的擔憂 他們忘記了天上的應許 世俗的擔憂佔據了他們的內心 他們開始抱怨天主 他們覺得天主好像在玩他們一樣 眼前只有那些不必要的擔憂 但是實際上 天主是帶領著他們 去到這個應許之地 去到這個福地 其實都是對我們的警告 弟兄姊妹們 除了世俗的擔憂 與天主為我們所準備的 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我們是不應該偏離天主的計劃 不應該偏離祂的旨意 那我怎樣知道我是偏離了天主呢? 如果我抱怨天主 如果我不滿意天主 那我就很自然失去了對祂的信任 相信天主是帶領著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之上 基督徒應該是滿懷信心 而不是經常對天主抱怨的人 即使當一切似乎都是跟天主作對的時候 當世界的力量似乎比天主更加強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好像這樣 很堅定地去相信天主 那有時候我生命中感到失望 我跌倒 那比起天主帶領我們去封城的恩寵 又算得是些什麼呢? 我們應該時常對自己這樣說 我是不會哭音 我是不會抱怨 沒有什麼是困難的 因為我會跟天主一起走過這一生 我們的天主是偉大的 沒有言語能夠去形容祂 我們試圖用我們的言語去形容天主 但是永遠是不足夠的 因為天主是超越了我們的言語和邏輯 祂是這麼愛我們 即使在我保怨的時候 祂也不會離開我們 即使我們忘記了祂 即使我們忘記了天主和我們之間立的藥 祂依然在我們身邊 即使我們犯錯 祂仍然在我們身邊 祂用祂的恩寵滋潤著我們 使我們能夠擺脫罪惡 認識到只有祂能夠給我們生命 當我們向天主祈求奇蹟的時候 祂就在我們眼前行奇蹟 不斷向我們顯示祂的憐憫之生 親愛的青年朋友 你有沒有曾經對天主抱怨過呢? 你有沒有曾經對自己生活中 某一些結果感到不滿意呢? 可能天主沒有實現你祈求的願望 但是這個肯定不是因為祂沒有聽到你的祈禱 也不是因為祂可能不像愛其他人一樣去愛你 這是因為希望你能夠將你的心舉目向天 舉向祂居住的地方 在祂居住的地方有永恆的喜樂 和有真實的意義 我再重複一次 我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損失 相比起天主賜給我永恆的喜樂 又算得上些什麼呢? 那天主如何回應祂的意識別子物在旷野中的問題呢? 祂置疲他們天上的病 祂用這個天上的禮物解決地上的問題 祂很明確告訴當時的猶太人 天主賜給他們的餅是由天上降下來的 在這個降下來顯示出它就是天上的餅 這是從天而來的禮物來到人間 滿足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明白這一點並投身其中的話 就永遠不會感到飢餓 耶穌就是天主對我們每一個問題解決的方案 祂從天降來引導我們走向天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去尋找耶穌 以祂的身體為糧食 這樣祂很自然就會幫助你克服生活中的一切障礙 而事實上耶穌親自邀請我們這樣去做 當祂說我是生命的食糧 來到我這裏的必不飢餓 信從我的必不口渴 這樣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 來到耶穌面前 而最安全來到耶穌面前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通過教會 通過聖事 透過聖事讓我們能夠與耶穌相遇 看看我們有多少人在這裏 我們都來到耶穌面前 這一個是第一步 我們來到祂面前 然後怎樣呢 耶穌就說 信從我的 永不口渴 我們是有必要去信任耶穌 我們是有必要去信任耶穌 怎樣去信任呢 就好像小朋友 信從爸爸或者媽媽一樣 當他們爸爸媽媽伸出雙手 叫這個小朋友 賣出第一步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就看到 爸爸媽媽比平時遠離了他一點 但是在他心裏 他覺得他們是沒有離開他 儘管他們之間是有距離 但是他感受到這份愛的溫暖 激勵他 激勵這個小朋友 賣出這一步 他知道爸爸媽媽會懷抱他 迎接他 而這一個就是信仰 各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投身於天主的手中 投入他的懷抱 我們來到這裏 來到天主的面前 在一個奇妙的聖體聖事中 我們與天主相遇 我們遇見天主 這一位 原諒我們聚過的天主 這一位 用他自己的說話 提升我們的天主 並以他自己的身體 去餵養我們 他賜給我們天上的病 使我們不至於在眾多的威脅 恐懼或者失望中 驚慌失措 而是讓我們總是跟隨著 這個天上的食量 總是跟隨著天上的事物 追隨著這個心 亦都提升著我們的心 使我們能夠舉心向上 如果你害怕的話 就去參與彌撒聖制 在彌撒聖制中 你會遇見天主 他會向你解釋一切 他會鼓勵著你 他會為你開啟一個新的視野 他會餵養你 他會拯救你的生命 並將你帶到天上 對嗎?